警惕减肥的陷阱 少食多餐 少食多餐是对于肠胃不好的人 有糖尿病的人 他们为了维持血糖稳定的饮食建议法 少食多餐就增加了血糖上升的机会 血糖一上升胰岛素就分泌 胰岛素分泌就增加了脂肪在细胞中合成的机会 也就对减肥不利 所以一天当中的人 尽量尽量放在两餐或三餐 而不要少食多餐 想知道更多科学瘦身的知识吗 请上网搜寻爱瘦美 还等什么 赶快加入吧